今天是十一月十一日,2021年,十一月十一日都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。 今日教會的獨經是智慧篇第七章二十二節至八章第一節,主題是智慧是永遠光明的反映,是天主得能的明鏡, 甚至乎有些人說天主是智慧,聖言也是智慧。 今日的福音是老教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五節, 這裏是耶穌談及天主的國,因為佛尼賽人問他們天主的國是怎樣的,在哪裏呢? 耶穌就答他,天主的國就在門中間,而且天主的國的來臨並非顯而可見。 今天祈禱的時候,都是浮現這句說話,天主的國。 天主的國究竟是甚麼呢? 福音道就是耶穌用很多的比喻去說,失了一個珠寶, 用很多不同的比喻去比喻天國。 我自己怎樣了解天國呢? 我的體會是天主的國,如果簡單為我容易明白的就是, 好像是天主的愛。 如果我們在人間感受到愛和合一, 那這裏可能是天主的國度。 所以如果我們何時感受到到處有愛,感受到一種合一, 這就是我們可以初嘗到天主國的一種境界,一種境況,或者一種感應。 在天主經我們經常向天父祈禱的時間, 我們的天父,願你的國來臨。 願你的國來臨。 這就是表示,有時候我們會感受到的, 不過我們希望天主的國,事上都臨然人間。 即是表示我們在人世間,我們可以觸摸到的,可以感應到的。 不過它不是事上都長流, 不如我們用一些努力去求的恩典, 努力去跟隨耶穌,讓天父的恩典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之中, 都散發出愛和這份合一的精神。 這個天主的國就臨然,在人間就臨然,就是這樣。 我的理解是這樣的。 在這裏又我想起祈禱的經驗。 即是對著我們祈禱的經驗, 我們最常碰到的,在聚會的時間, 我們最大的困難就是我們祈禱, 我們怎樣知道是天主呢? 我們怎樣天主向我們內心說話呢? 怎樣感應呢? 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, 很多朋友祈禱都喜歡用聖經, 聖言, 用一句說話, 然後去思考, 想, 或者在祈禱的時間, 跟天主說很多話, 跟神說很多話。 我們都比較少去留意神的回應。 簡單來說,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停留在腦海上去思考, 用人的智慧去推敲主的意思。 這句聖言的意思是為什麼? 我們比較少, 我們比較少將這些聖言, 或者主的一份心意, 從腦海上慢慢推到心去感應。 如果我們的心裡, 往往我們的心裡是缺乏了一種主臨在的經驗。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有份感觸, 我們有一種因聖神或聖靈的觸動, 有一種很大的感動, 我們流淚, 有很大的悲傷, 或者是喜樂。 這些多數是聖神臨在的一些標記。 這些是一種很深的情感。 這些情境我們反而忽略了。 往往我覺得這些是天主臨在的經驗。 這些就是我們內心, 或者測試我們有沒有一份真是內心的愛。 如果我們內心有愛, 如果這種愛是真的能夠, 我們的生活環境之中, 帶出來, 留意出來, 去覺察到, 或者去品嘗到, 我們可能感受到, 真正這份天主臨在的經驗。 如果我們再往深處去探索一下, 挖到深處, 這些就是天主國的來臨。 所以這些是神偉的經驗。 天主臨在的經驗就是神偉的經驗。 往往是標記, 天主跟我們聊天, 陪伴, 安慰, 是肯定的。 所以這些是可遇不可求的。 所以祈禱都是, 祈禱我們時時都是說, 我們是要被動, 我們不可以主動。 我們一旦主動, 其實是很費勁。 往往我們用力去找天主, 其實是找不到的。 我們是要放下自己, 放下自己, 有一種很開放, 大方慷慨的精神, 聖神才容易進入我們的內心。 所以天主的國都是這樣。 這一刻天主的國才能來得到。 所以耶穌今天在福音上都邀請我們, 不要去想像天主的國怎麼來。 什麼時候來呢? 不用想, 因為耶穌說好像閃電一樣。 祂好像這裡來, 這裡走, 不可預測的。 這就是我們要被動。 我想是有少少耶穌邀請我們要被動的意思。 總之我們是要去愛, 在我們心去愛。 就好像早幾天窮寡婦一樣。 不要小看自己那份脆弱和軟弱, 不要小看自己那份微小。 只要願意在自己不足之中去付出自己, 這份愛自然間就會流露出來。 愛一流露出來, 天國就在中間。 我們都不可以強求, 我們都不可以去追求天國。 不過, 我們只是求天主的恩寵給我們, 在我們人間有一種, 人與人之間有一種互愛, 彼此接立, 彼此相愛, 彼此合一的一種境界。 而這種狀況其實是往往缺乏。 所以我們,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, 我們要好好掌握耶穌的教導, 要我們彼此相愛, 合二為一。 當真正做到的時間, 天國就在我們中間。 我相信就是這個意思。 也是耶穌時藏提醒我們, 我們什麼時候有兩三個人一起祈禱, 祂就在我們中間一樣。 這是一份心神, 一份境界。 好,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這裡。 今天也是一個十一, 十一很特別的節日, 為我自己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節日。 所以祝願大家身體健康, 主充滿日。 今天特別的祈求就是, 主在每個人內心有一份拜令, 有一份恩典, 讓我們都能夠時時都感受到, 在內心之中, 不僅在頭腦之中, 而且在頭腦, 在我們所有的思想那裏, 將感受到的東西, 將它帶到我們的內心, 而且將它這些內心, 和主相遇的, 化成一份愛的果實。 讓我們都能夠將這份聖言的光輝, 在我們生活每一個小節之上, 生活上每一件小事, 大事小事上, 都能夠發揮出來, 如果能做到這裏, 我們都能夠將天國, 無論是什麼的境界, 什麼的時刻, 我們都可能將顯天主的國, 來到人間。 我求求祝福各位, 主佑, 平安。